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满眼都是泪 我在这城市共暖了 可我的青云志的剧中了 没有错 青云志第一季终于在催泪和吐槽声中 C白白了 所以姐真的也没有必要再藏着掖着了 在片场的那些天 姐所有的藏货都将与你分享 首先出场的是他很冷 想跟你一起取暖的李一峰 话说在风雪交加 没有取暖设备的横电 演员在片场要想不被冻的鼻涕冒套 真心全靠他煤气炉 这个不热了 去那儿扛着火 拿着那个椅子去 快点 但洞红的双手绝对不是风风最让人心疼的地方 天寒地冻在树林里淋雨 哗哗往神圣岛的上喷水呀 厉害了我的剧组 姐隔着屏幕都浑身的鸡皮疙瘩呀 你们平时只看到爱豆们风光无限脚底生风 可是片场里看到他们的受罪的模样 真的很想冲上去给他一个爱的抱抱 啊 给妹子们一个歪歪的画面 姐马上要切入正底了 最近陆雪奇和曾叔叔被拍到在饭局热吻一次恋情曝光 当事人双方至今都没有正面回应 但是既然是因为青云智结缘 在片场的蛛丝马迹 绝对可以看出一点端倪 那么多问题来了 究竟杨子和秦俊杰私底下的互动 是不是小青年遮掩不住的爱 姐在片场给你答案 杨子在秦俊杰面前刷宝 南方也是一副我喜欢的样子 你都有的即视感 但是一个人的左腰 哪比得上两个人的互动 杨子对秦俊杰那一记甜蜜的摸脸 啥妈呀还有爱的推推 这简直就是恋爱中小情侣的即视感呢 是哪位责任说过来的 如果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有兴趣 她一定会在言语上挤兑对对方 但实际上都是满满的宠意呀 但是童子们 你以为这就是全部的证据了 土样 人家还有旁若无人的月狗呢 最傻的那个 我们全剧组最傻的 一看智商就很低 有没有 顺着我的手提 这个要护出去 当着这么多剧组同仁的面 你俩如此调情 是有情调 现在想想爱情的小火苗 可是在那个时候就买下了呢 所以没有白要三个月 星云志终于还是带出一对couple 至于作为吃瓜群众的你们 有没有感受到雪奇和叔叔之间的爱 借真心建议以上画面 反复观看四百遍 最后作为一个专业的电视剧研究人员 只关注演员的八卦绯闻 绝对不是姐的风格 相信卢丸大结局的桶子 一定对必要之死感动的剔裂横流 为心爱的张小凡挡箭 最后死在张小凡的怀中 再加上背景音乐一齐 姐真的善然到不能自已 为了这场戏 青云志剧组吃巨资 租下横店秦王宫的整片场景 屋里营宝更是身际威亚 反复高空坠落呀 接下来姐就把这场催泪爆的戏份 给你们真实还原 请欣赏无特效版本 Zither Harp 一面成执着沧桑 沧海变化我 轮回中我像飞鸟听我 记忆中听我 电影占住我 那微光能否照亮寂寞 听雨声定 看花开几朵 谈作语 怎么只剩轮廓 难断的轻松 某种的单独 一场梦 谁都无法触摸 我醉在 城市中 恍然若莽 睁开眼 时光交锁 一分清照了光 一颗心照了光 谁为谁是魂落魄 时光的梦 难化你我 留爱不要太 是不是觉得更催泪 也森森的被影宝和风风的演技震撼 好了 关于青云芝最后一期的姐的片场 就是这样 觉得自己也是搞了个大新闻啊 最后的最后 姐也送上一段李一芳的情话特辑 做一个完美的ending 希望听完之后的你们 都可以跟青云芝和咆哮姐笑着说再见 咱们下一步再见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了 我对你的在意 已经超出了我的性命 也许是在观星亚间 也许是在流星湖上 只要能看到你的笑容 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惜 我这一生 能不能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已经不重要了 我只要你好好活着 开开心心地活着 为什么你们都这么说 不能跟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 这跟死了有什么区别 小梵 你我这一生 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快乐过 既然如此 为什么我们不能放下这一切 德基平 都没有 离开这里吧 舅爷